小嬰兒愛捆想睡覺 新手爸爸把他放進嬰兒床內 除了睡在枕頭上 還蓋上了棉被 其實這些都是錯誤的行為 因為這反而會掩蓋口鼻 造成嬰兒猝死 只要維持我們周遭的環境的一個 睡眠環境的一個乾淨 不要有太多的物件 尤其鬆軟的物件 然後維持一個陽躺的姿勢 不用枕頭 然後不要同床 同室不要同床 然後不要太悶熱 這些都是我們兒科醫學會一直以來 努力在呼籲的事情 除了睡眠之外 0到2歲的幼兒頸部 因為沒有發育完成 如果乘車時 未依規定乘坐嬰兒安全座椅 就可能因為甩鞭效應造成傷亡 根據2019年的統計 仍有多達13%的家長 沒有讓孩子使用安全座椅 如果做前項跟後項相差比的話 那後項事實上是比前項增加了75%的安全性 加上事實上如果事實上是在做後項式的安全座椅的話 他對他頸部的保護力的事實上是有更高 甚至會下降73%的傷害 那會透過他們的門市的人員 透過他們的網路的架設 甚至他們的部落格都有這樣的一個通路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這樣的一個通路的效果 能夠有更多的廠商的一個加入 國民健康署長期關注嬰幼兒的健康 這次以嬰兒安全睡眠環境 以及正確使用兒童安全椅為主軸 與大賣場 嬰兒用品等業者合作 透過平台與店家的實際宣導 提倡正確的嬰兒安全 遠離事故的傷害 九層的話 財貿寶寶寶寶